缅甸风灾满两周年了 子继人在这片土地上 从勘斋开始 到发放盗种 现在到教育园界 启发当地人的善心 证言上人今天在 志工早会当中说 穷困的人打开心门 富有爱的心灵 乐观打起精神 提高士气 这是自助 也是助人 2008年5月2号 纳吉斯风灾重创缅甸 夺走十万条人命 农民的粮田也遭大水淹没 从当年的5月10号开始 慈基正在团勘灾之后 发放品质优良的稻种 也发送肥料 希望重建这个世界粮昌 就是受灾难 也要靠姻缘 有福盐 得贵人来吃盐 也许过去是很穷 没听到 得到了贵人 得到了这样的好盐 他反而能站起来 反而比过去会更好 所以人世间很多事情 都很不可意料 灾后两年了 风收后的稻米 减轻许多人的生活压力 这份风灾所迁起的因缘 也让爱的种子 在缅甸落地生根 许多人总是在煮饭前 额外捐出一部分白米 用爱心除去的方式 响应竹筒岁月 这都是在穷困中 起开了富有爱的心灵 还可以帮助别人 这都是带去的 此外有形的物资 无形大爱种子 渐渐成长茁壮 一念善心 可以发挥无穷的力量 期望人人借胜前程 提高警觉 一起开启心中的善念 大爱新闻 林国新正明仪 华联报道